尼岛区是香港连接世界的大门 也是充满发展潜力的地区 未来苏联 我们将会见证东冲新市镇抗展 港铁东冲线延线 以及机场城市发展等的大型基建项目 陆续落成 进一步激活本区经济和商业发展的动力 随着东冲新市镇抗展 居民的人数预计将会由现时约11万人 大增至大概30万人 人口增长对社区带来的挑战是不用忽视的 现时本区的非华裔居民占22% 告予全港平均数8% 而我们的年龄中位数也是全港最低 只有42.7岁 低于全港的46.3岁 如何促进种族共用 同时善用年轻人的力量贡献社区 也是我们区的地区治理重点 新一届来到区议会的18名议员 来自不同背景、界别和专业 除了8位乡市委员会主席之外 也有中学校长、企业管理人员、社区干事 旅游业和建筑业的从业员等等 他们的共通点是长时间服务尼岛 以及了解尼岛的地区人士 我相信这个多元而齐心一致为社区的区议会 可以全面深入探讨区内的挑战和机遇 有助地区工作更立体 更加贴近市民所需 我们召开今届区议会第一次大会的时候 已经锁定研究两项比较逼切的民生议题 第一是如何改善东中市中心一带的交通制室 以及第二如何加强规范使用单车和停泊单车 这两项议题都突显了我们区的城乡分野 一方面我们有发展成熟的新市镇 所需要面对的交通出行问题 而另一方面我们的乡郊地区居民倚靠单车代步 从而带来了社区管理上的挑战 更加横观地提论如何促进城乡共用 在固及城市发展的同时 兼顾乡村传统文化及自然生态 多年来都是尼岛区面对的一大课题 民政专员除了担任区议会的主席 亦都是关外队的总指挥 同时要兼顾民政署核下多阔地区委员会的工作 民政团队会同地区人士及前线政府部门携手 掌握社区密博 配合社区需要提升居民的生活环境 在振兴地区经济方面 我们推出的第一派活动 就是即将在本年2月23至25日 在东冲东海滨长廊举行的 尼岛民族元宵夜神龙千灯园游会 活动是设有元宵市集 售卖尼岛区内出产或相关的商品 另外亦都会带来国家传统文化特色的指定活动 例如猜灯迷、民族手艺、角色游戏和娱乐节目等等 活动的场地亦将会设置以新春元宵 和古风为主题的大型灯色装置和拍照点 给入场人士打卡留念 本区富有城乡风貌特色 街坊人情未浓 我们欢迎大家来到 欣赏新旧共融的文化 同时见证本区的蜕变和成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